- 成功了解! - 成功了解! - 成功了解! 哈喽大家好我是Jonas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一个 我们本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的 PS5 SONY PS5 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来开箱 再给你们看 当然我们开箱之前 我们一定要拿一个东西来开箱 也就是我们的 工具 到底什么工具呢? 拿牙刷给吗? 用牙刷来开啊 没有啦 但是要用我们的照拍照片 OK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开箱去咯 终于要开了 到底里面是沾怎样叻 我看我这样子打过来 哦 它在这里就有一些图画 喂 我一直沾来沾去要怎样吗 它在这里咧 就有这些图画叫我怎样打开的时候 它是讲要打横放 然后 诶 这里有一个 我只先把这个盒子 拿出来先 然后 我们的租金 很重啊 哇 OK 可走 我们先放在旁边先 耶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的PSY 我今天开箱咧 也就是Disk Edition的PSY PSY 有两种吗 一种是Disk 一种是Disk 或者是Disk YES 所以 哦 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很重啊 所以 你开的时候 要很小心 很小心的打开 如果你要用的话 以后 哇哦 我们的 Night Station 哇 哇 有没有感觉一种 很 很先进的感觉 看 哇 它在这里看上去 它其实不是完全的 白色啊 它是 看上去有一点像 灰 灰色 差点白色的感觉 哇 很美啊 就像这里有一个 放List的Slot呢 然后 这里呢 就有 一个USB Port 还有一个Type-C Port 这里就是 这里是让我们 Eject我们的Disk 还有一个是 Power Button 然后后面呢 后面就有两个USB Port 一个Internet Port 一个HDMI Port 还有一个PowerCode的Port OK 我们现在 要来开箱看 这个 盒子里面的东西 Let's go OK 所以这里就是它的 那个盒子呢 里面 开起来的就是 这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Quick Start Guide 然后一个Safety Guide 两本 这个 记得 不要好像我一样 常常把这些东西放在一旁 到时候要用的时候 就不会用了 开起来这里就有一个这个盘 也就是给它 放你的PSY的一个盘 然后一个HDMI cable 这个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HDMI 2.1吧 然后呢 在这里咧 就有我们的PowerCode 这里 就有我们的 USB Type-C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PSY Controller 也就是DualSense 哇 摸上去很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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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看到那个 Controller吗 它这里咧 就好像Crystal的样子 就是亮亮的 然后啊 这里摸上去是 很舒服哦 它现在咧 你摸上去它是滑的 可是到时候我们Connect 跟游戏的时候咧 这个就会有Attemptive Trigger了 哦 然后 看起来是很美一下的咧 来 我们来 按看这个PSButton 你看PSButton 都已经换新的样子 还有一个MicButton 我们按下去 哇 看到那个蓝光吗 哇 很美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盒子上面咧 这里它就写着8K 也就是它support8K的TV呢 加上呢 如果你看4K的话 它就可以高达120Hz 你知道吗 加上它也想过HDR 是不是很好咧 HDR就让你的那些颜色就看起来更加美啦 然后这个是Malaysia Official的Product 也就是 跟Malaysia的Sony买啦 Sign all those scalpers 在旁边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PlayStation 5的logo 然后它这里有写着 PlayStation 5 console Wireless controller Base HDMI cable Power cord USB cable Printed materials 还有 它里面也包括了一个游戏 也就是Astro Playroom 它是已经是 在你的PSY已经install好给你 所以你一看你的PSY 你就有得玩的游戏啦 再来这个箱子的后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写着 Lightning Speed 也就是它现在用着的SSD 然后你看到上面这里它写着 825GB的SSD 所以呢 它用这个SSD咧 它就可以帮助你PSY Run的比较快 所以你有玩游戏的时候咧 就可以好像马上就 不用load好了 你就不用等那么久 加上它这里有 Breathtacking Emissions 还有Stunning Games 首先咧 我们先把我们的PSY装上来先 OK 所以我们现在咧 就有这个底盘呢 就是它的Base 然后呢 它这里咧 就有一个勾勾 这个勾勾呢 也就是在它的旁边这里 就有一个勾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 把你的PSY这样子放下来 跟着它上面有的symbol呢 就这样子勾上去 哦 这样勾上去 就这样子 打横的放在你的桌子上 然后呢 如果你不要打横的话 你也可以打直 你只需要 从你的这个 后面这里咧 就这样子 转 看到吗 它里面就有这个 screw 你就把它的screw 拿出来 然后就 在你的PSY的下面 把它那个冰 拔出来 拔出来以后 你就把它 塞进去你这个 Base里面 你给它吃掉 然后就 关起来 现在把你的这个 Base呢 就跟着它的背后 这里放下去 然后就把你的这个 screw上去 哇 OK 这里就是那个PSY跟PSY的对比 你可以看到PSY这样子 然后PSY 哇 这样子哦 然后呢 为什么咧 我要这样打直 因为咧 你看这样子 它才比较成一个 eperifier嘛 对不对 eperifier才美嘛 然后呢 compare跟它的controller 你看 它的controller PS4 它差不多跟PSY的一样 可是 可能PS5的摸上去会比较爽 因为咧 其实咧 在PSY的后面这里咧 它有很多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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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些playstation symbol 然后你摸上去呢 这非常舒服 就好像那样不会滑掉的感觉啦 就好像刚才我说的 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mine 然后你就可以按一个mine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这个controller的built-in mic 关掉或者打开 所以呢 它这个哪里 能哪里做什么功能呢 哈喽 OK讲了那么多呢 现在我们就是要开始把我们的 这个PS5 装上cabel 然后我们就要打开了 玩玩看那个 Astro Playroom 到底是怎样的啦 So let's go 好 OK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PS5的homescreen了 然后呢 我这里就在download着Fornite 然后它竟然还有Fornite的team song哦 哇 然后这就是Astro Playroom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来testing的一个游戏 可是当然 在Astro Playroom呢 因为这个video有点感觉 快点把那个videoupload出来给你们看 所以呢 我今天就不会把整个Astro Playroom的游戏玩完 我只会把它的demo玩出来给你们看罢了 也就是这一个 Playstation 5 controller的一个demo玩给你们看罢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进这个游戏啦 哇 看了很爽哦 亮亮哦 呵呵呵 我可以感觉到有东西的bzzz 那样 哇 哇 喂 我可以感觉到好像 哇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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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加上呢 这里其实有一个speaker的line 然后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bzzz出来的 我可以感覺到他整個東西在那邊 剛才你們看到他真的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來Check out Adaptive Trigger 這裡卡著的 可以感覺到他好像真的碰掉這樣 很爽 我們去下一個東西 一開始玩這個就很好玩 然後touch bed這個PS4 這個叫door sensor 爽喔 他的這個speaker也出來那些聲音很美的聲音 哇 哇 Next 這個也就是他的motion sensor 爽 我感覺到裡面有東西 爽 裡面有東西喔 哇 哇 就好像他們在裡面那樣 真的可以感覺到咯 好神奇喔 Next 他的microphone Hello Subscribe我們到我的chra 窩 OK 我們現在應該要進去他的地圖了 哇 occur SWIRE在這裡 喔 我們進去了 我們現在在PSY裡面 OK 如果你們喜歡這影片的話記得點個讚 然後把這影片share出去給你們朋友看 subscribe我頻道還有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時 你才不會錯過任何影片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